最简短的,那它的参数是3,2,1,0,越来越完整,把它输出 另外顺便提一下,一般书上除了用date这个类别之外,你如果不用date类别,你也可以用system system里面有个currentminus,那个也是可以,那那个部分的话,system因为它是隶属于java的.lag 点lag的套件,那那个lag套件已经预展了,所以不需要import就可以使用 所以你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不是一个system,对不对? 你会想说,这个system为什么它都没有import就可以用呢? 因为呢,它是在lag,L,NG,这个套件里面,所以它不需要贿赂,已经预先帮你import了,不需要 所以很多同学,有的时候搞不清楚,为什么要import,为什么有些不需要import 那是因为它是在lag,就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取的系统时间,不用date,其实也可以啦 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用那个最简单的,就是用那个system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system,system,然后呢,它有一个叫做点,你打一个c好了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我都记system点,那个equilibus非常的聪明 你打一个c之后的话,它会有什么?current,timeminus,有没有? 那你就点下去,这个就,其实如果你用这一个,这个方法的话呢,它就等同跟date一样的结果 不信的话,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你会按ok,有没有发现,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它也会怎么样呢?取得现在的时间 所以之前我常常在做那个,比如说某一段程式跟某一段程式 比如说用那个stream跟stream builder有什么差别,那你给它大量的资料 那你要计算时间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啦,比如说先在开头的地方,先设一个 取得那个时候的时间,在最后,它做完这个,跑完程式之后的话 你再给它一个时间帮,后面的时间,剪掉前面的时间 那就知道说它总共耗时多少秒数了嘛 那其实就用这个system.current timeminus就可以了 那这个也很好记,那如果你用这个的话呢,基本上你上面的date怎么样呢? 就可以不用import了,会更简单一些些 那就看各位的使用习惯,我觉得有些东西呢 尽量就不用背啦,因为这个根本不用背嘛 如果说你把这些东东取代的话 那上面那个date的那个类别,就不需要使用 那要不要宣告呢?其實也不需要